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会庇佑着来到圣经宫内祈求的信众 以下就是五路财神显灵帮信众解惑之后 使得这位信众事业平步青云 蒸蒸至上 大概是92年 我那时候是外务 薪水不高 后来刚好是五路财神起家 我刚好有想要换新的工作 那时候有意愿 可是看到他的当初底薪 薪水不高 所以我自己很犹豫 趁着起家的时候我顺便问一下 五路财神只是我说坏 以后会对我比较好 所以大概做了三年后吧 薪水是当初外务的两倍 我们也找来了另外一位师姐 跟我们分享一段五路财神的灵感事迹 我的早餐是中西市 我刚做的时候一天说我才三千多 后来拜了之后就最低的那个范围 就是五千多 就是差别蛮多的 确实又比较好 见识过如此特别以及灵感的五路财神之后 在圣星宫内除了天然灵石五路财神之外 还拥有着许多的天然灵石神尊 有竹林观音 南海观音 降龙观音 石虎将军 石禅楚 这些灵石原本都是静静地 待在人机罕至的河床之上 经过神明的指示之后 陆续地被半公主挖掘出土 带回来供奉 如今都成为了桃园龙潭顺心宫中 不可或缺的要角 我们再请范公主来为我们一一解说 最特殊的这尊观音就是 竹林观音 在走着走着 他就说我在你后面 你走过头了 然后原本那是七月份 七月份一般民俗是说 不要往后看 但是经过太子同意之后往后找 结果很顺利地找到石观音 有一次在竹东 经过游楼西桥的时候 突然间肚子痛 要回去加油站也很远 他就直接想说来去河床 方便一下 结果裤子一脱 蹲下去 就赫然发现一颗石头在我前面 好像有一个绳子的东西 然后一只蝉蛛还是一个动物 就蹲在你前面 然后只好就把它换地方 因为怕说是河绳不近 之后再回去看 把它请上车的时候 就连接三组工作 后来朋友 因为那时候回来的时候 把它放在门口 朋友就说 这是一只蝉蛛 你为什么把它放在门口 我说我不信 后来是经过三四个的印证之后 才确定说它是铲除 才把它供奉起来 石虎也是在上平溪 它是一个很小的小溪 有一次去捡石头 无意间发现它在河中间 但是它水又很高 变成说我们那时候也是在怀疑 说这颗石头 为什么会在这边 因为它长得形状很怪异 后来就跑过去看 看了之后就请吊车来吊 它吊回去之后 无意间朋友说 这是一只虎爷 后来经过很久一段时间 才认定是虎爷 才供奉的 你说这是不是很神奇呢 冥冥之中就有一股力量 带着范公主前去找寻这些 等待着有缘人出现的灵石 而这些灵石神尊在盛兴宫里面 也分担着济世救人的责任 因为我一直有身体痛的问题 那可以说都痛到会一直冒冷汗之类的 然后都没有办法上班 然后是有一次我想说来这边泡茶 那我想说就趁这个机会 就想说问那个公主说 你的身体就是有没有办法做一些改善 那她给我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请那个观音帮 就是请他来帮我调理身体这样子 那我就试试看 对 那我就有请观音 就是来帮我调身体这样子 跟观音讲了以后 大概一两个月 身体就是慢慢地在病 直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 我现在也都可以正常上班 然后那个痛的问题 也都没有再发生